一个小故事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两只蹦狗熊 在一个美丽的大森林里 狗熊妈妈生了两个小宝宝 一个叫大黑 一个叫小黑 可是呀 他们两个都很胖 是啊 两只蹦狗熊 有一天呀 大黑带着小黑 走在森林的路上 忽然间 看见路边 有一块干片包 捡起来闻了闻 小碰碰的 哎 可是面包只有一块 他们该怎么封呢 就在这时候呀 狐狸大神笑嘻嘻地走过来说 你们两个是怕面包疯得不公平吧 让我来给你们两个疯吧 大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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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小黑 说 嗯 好 那咱们就让狐狸来给我们疯吧 狐狸呀 接过面包 嗯 碰不得一口 全部通下去 但是狐狐狸 没有这么做 狐狸 把面包 撑撑了两半 这个时候呢 小黑 叫了起来 啊 鸡罐 比鸡罐 大 于是 狐狐狐狸大神说 嗯 逼急 逼急 狐狸朝大的上面 哦 的一口 大黑 又叫了起来 哼 哼 哼 那块大的被你咬了一口 它又变小了 就这样呀 一块面包被狐狸 嗯 嗯 嗯 左一口 右一口 咬的呀 嗯 就像 小拇指这么一点大了 分给他们说 嗯 这下公平了吧 你们两个吃吧吃吧 这个时候 大黑 看看小黑 小黑 看看大黑 谁也说不出来话了 嗯 小伙伴们 你们说说 他们两个 是不是两只 笨狗熊呢